字幕提供 研習70年代的名機 利萬的協同 Kawasaki在2017年底 推出這輛有著濃濃復古風味的利900RS 搭上這兩年的風潮 利用利900的基本骨架及引擎 打造出有著經典外觀 卻又蘊藏著現代科技的利900RS 圓形大燈、子彈型馬錶外蓋 經典的火之玉油箱及配色 與那招牌的鴨尾設計 讓當年的利萬 再度穿越時空來到現代 除了上述的經典特徵外 川崎的工程師們 還費盡心思的重現當年鋼絲輪框的外型 黑與金屬原色交替的處理 讓利900RS在外觀上 更貼近利萬當年的原樣 唯一美中不足的 大概就是少了經典的四出尾段 及後雙槍避震了 但是少了這兩樣特徵 換來的卻是更好的中心配置與操控 這或許就是魚和熊掌的平衡吧 在配備方面 倒立式前插多了阻尼可調的功能 前煞車更升級為輻射式對4卡鉗 側制式單槍後避震 則是融入在車身線條之中 對於整體操控 絕對是有著加分的作用 若是認為利900RS 一如外型那樣溫溫如咬的話 可是會吃大虧的 如果影片出了 大家自然會按讚訂閱加分享 嗯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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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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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